昨天我们谈到劳务人怎么样靠着自己的双手发展出劳务一条龙服务的榴莲产业 打造出享誉国际的猫山丸品牌 那随着猫山丸打出国际市场 传统种植榴莲的方式产量有限 难以应付日益庞大的需求量 因此不少企业也尝试克服技术问题 试图通过科技的协助来增加榴莲园的产量 劳务猫山丸系列专题第二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一家在劳务投资榴莲种植的企业 究竟如何运用科技和现代化管理来实现榴莲园量产的可能 一起跟着记者陆慧恒 宋万诚还有叶小慧的脚步 到这一家现代化榴莲园一谈究竟 New Leaf是在五六年前成立的 现在拥有的榴莲种植园是75英亩 那在三到五年之内 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开一千亿亩的榴莲种植园 那榴莲除了到中国以外 我们也有到中东 西方国家 印尼 泰国 越南 新加坡 走进榴莲园 摄影团队在负责人的带领下 理解了榴莲园现代化的管理技术 在这一片榴莲园内的每棵树 树干上都绑着一张印有特殊编号的牌子 榴莲园是以萍种鲜为主 那第一九七就是毛山王 那后面就是树的片 就是在这一块土地上面 它是第几棵树 纸烧在他们所研发的后台系统里 搜索对应的编号 就能查出每棵榴莲树的各种数据与工作记录 这个系统主要呢 它可以统计整个榴莲园的这一个数据 包括我们总共有多少棵树 每棵树的品种啊 年龄啊 然后包括收成的记录我们都有 那通过这样的专业管理模式 要扩大榴莲园现有的规模 就不再是难事 而如今大马榴莲成功打入中国市场 本地榴莲产业也顺势而起 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然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大马的榴莲产出 其实还远远无法满足中国的庞大需求 在中国来说 只有2%的人能够接触到榴莲 那原因是因为东南亚 包括泰国加上马来西亚 或者越南一些榴莲产国 整个东南亚市场的榴莲供应 其实远远不足以供应给中国这个市场 只是单单中国这个市场 因为这个供应量的问题 我们会加大我们的生产量 让我们的这个生产量能够出到外国去 那当然也帮助到马来西亚在国际上能够跟泰国榴莲有一个竞争 我国和泰国归为世界两大榴莲产国 那根据数据显示 大马每年的榴莲产出大约30万吨 而泰国那边则是60万吨 泰国大部分的榴莲都以出口为主 然而我国的榴莲出口只占了总产量的5%左右 意味着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虽然大马榴莲出口起步较晚 但是相较于泰国榴莲 大马榴莲还是成功以自己独有的优势 成为国际市场大受欢迎的后起之秀 泰国榴莲是在果还没熟透的时候就采割下来 它的味道就偏淡一点 因为还没有熟透 那马来西亚榴莲它是在熟透的时候自然掉落 那我们的榴莲口味就比较香甜 然后比较浓郁 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用叶蛋冷冻的方式 去保存它的鲜度的 那叶蛋冷冻以后可以保存大概一到两年时间 那就用这一个方式去出口 通过科技的辅助 榴莲种植已经开始迈向现代化管理 相信不久的将来 榴莲产业将会像棕油橡胶等种植业 成为我国在国际上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木炖 摆成为我国际上的一张闪亮的传绿 因为是一个人特定的 露产业的经历 为我国际上的一个节奏 你稍微放弃